我叫小妍 来干什么 我今天是想跟我的男朋友告白 想知道我的男朋友跟这个网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推测是女的 但是她一直都是在跟我说是一位男性 你的意思是说她经常跟一个网友聊天是吧 就是有一次我晚上口渴起床 想喝水 我就看见她在打字聊天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就偷偷走过去 她看见我的第一个反正就很吃惊 然后啪就把她的那个电脑关上了 我说你其实在跟谁聊天 她说是一个技术上的朋友 然后她就把那个头像给我看了一眼 是男生的头像 但是没过几天 我提早下班了 我看见她的那个QQ的那个头像在一闪一闪 一看正好是前几天说的那个网友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不堪入怒的话 什么话类似 类似就是比如说亲爱的你在吗 然后说哎呀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 还有一个说什么摸摸答就现在网络很流行的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字 对于我来说我接受不了 然后我就觉得跟一个男生聊得这么火热 我说是不是精神方面有偏向的问题 还是你们俩住在一块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吗 是啊因为毕竟 那就没有问题啊 不是他自从聊完天以后就在客厅中 住了不跟我住了 那你干嘛跑这来告白呢 我特别想见见他那个网友 他说我都没见过呢认识时间不太长 这只是个男的说你不要太敏感 他老说我多虑 这是有点悲哀啊 就是你永远知道一个对手 但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对手是谁 我现在就特别担心 如果说对方是个女人 而且他们确实是有真挚的感性 那你怎么办 如果说对方是个女性的话 那么他就使用了一招就是迷惑你 你看我给你看倪称 照片是个男性 其实背底他是个女性 如果说对方是个男性的话 那么他欺骗了两个人 如果是男生的话 他们两个的交流会很直接 不需要去拐弯抹角那么多道弯 所以我猜测那边基本上是一个 跟他有暧昧关系的女生 他们两个之间现在已经因为这个网友 两个人都处在一个分居的状态 所以我感觉必是男生无疑 但是从这女生 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 已经生活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他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们之间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其实这样 我倒是猜测这个人是一个男的 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朋友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男性朋友 他比较女性化 他平时会说亲爱的你多穿点衣服 你要记住他的言语里面有猫猫哒 这是应该两个亲密的男性之间该有的语言吗 我们好朋友也可以每天聊 但是我们如果开玩笑的话 也可以说猫猫哒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 谁说男人不可以说猫猫哒吗 我觉得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同你 现在淘宝网上经常会有亲啊 猫猫哒 你知道对面是男是女吗 正因为猫猫哒三个字的出现 所以我猜测他应该90%是一个女生 正因为他是一个女性 他会担心说你会介意 那这样的话欲该迷将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的头像变成男生 你一直在质疑他聊天的这个对象 有可能是破坏你们感情的第三者 但是搞不好你是他和他之间的第三者 你的内心太险恶 对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他一直在隐瞒自己已婚的这个事实 搞不好你就是他和他之间的第三者 你有没有想过 我倒觉得不管是男是女 这个男朋友今天我想他一定会来 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 愿意把他的生活过好的话 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我想他的男朋友应该今天不会来 即使那个网友真的是男人的话 他当然必须不能来 如果是女的话 那既然都被拆穿了 他何必要来这边接受大家的审判呢 不管怎么样 逃避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在这个平台说清楚的话 我还是会告诉他 我很爱他 两年前 小妍勇敢地放下工作和家庭 从北京去到辽宁 与男友欣勇开始恋情 本来奔向幸福婚姻的爱情 却因为不明男女身份网友的出现 日渐纠结 对于欣勇给出的男友为男性朋友的答案 小妍始终觉得另有隐情 在爱情遭遇考验后 小妍希望网友本人能出现 并弥合他与男友已经产生裂缝的感情 那么今天 男友新勇和不明身份的网友 会来到现场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接下来我们开门吧 看看他来不来 行不行 来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不来你怎么办 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来 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更有问题 那我就下了台以后 好好考虑我们的感情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你的男友 而是那个网友直接出现 那我首先第一点感谢他赶来这个舞台 赶来想明白这个事情的缘由 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也会谢谢他 如果他是个女的呢 如果他是个女的 而且真有感情呢 如果他是真心喜欢那个女生的话 我会祝福他们 你就真能做到这么豁达的一份祝福 我从来不喜欢强求别人的感情 我觉得强求的瓜不甜 如果他选择背叛我和离开我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留恋他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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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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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帅 大家好 我叫小星 小星 今年25岁 来自辽宁 你今天来干嘛 我就是想常听一下事实 还自己一个清白 晚上跟谁聊天 就是一个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之前公司交给了我一个案子 但是关于设计这一块 并不是很 所以我添加了一个工作群 然后我就在局里喊了一声 我说如果谁愿意帮忙的话 可以加一下 就这样我认识了 现在我这个位朋友 然后我们在别的爱好方面 有很多相同 所以关系就比较好 是这样 就是说志同道合了 对对对 是志同道合 还是情投意合 就是简单的情绪爱好 那那是个男人还是认识 他是一个哥们 一个男的 怎么可能 深夜聊这么来 怎么是男的呀 我都跟你说很多次 他就是一个男的 男的聊成内呀 这默默答这么恶心的话都说 你觉得我女朋友尊严放在哪啊 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面 打过电话吗 没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 因为我从这么长时间聊天方式 性格分析里边 而且他的说话一些语气 我觉得他就应该是个男的 你觉得我信吗 你俩聊的午夜情话 你的跟那个 什么似的 你们女人有女闺蜜 我们男人应该有男闺蜜 男的和男的会亲吗 会摸摸答吗 您看他穿的这个 那个脸比我都 就是天天敷面膜敷的 不敷面膜怎么了 每个人都有保养的权利 你为什么不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已经解释很多遍了 你就让他过来了 你就让那个网友出来 你要想怎么选择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还我一个清白 我不想跟人 这傻子似的这耍着玩 好吗 因为一个好哥们 自己跟女朋友吵成这样 你索性为什么 把他拉出来 吃个饭聊聊 全不就全明白了吗 你干嘛一直要藏着呢 因为我觉得 我怕我的朋友会误会 觉得我女朋友小心眼 我觉得因为这点事 放大了不值 那到底是朋友重要 还是女朋友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从不同的性质上 可以区分 那我问你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能从明天开始 不跟那个人聊吗 我觉得应该 没有这个必要吧 老师 我也不会离开他 我也不会丢下我的朋友 那我现在从语言上 判断一下 我是做心理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你回答得很快 他是个男的 是个女的吗 不是 他是个男的吗 是 你这么快的回答 就告诉了我 你在撒谎 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这样回答 之前我还觉得 他有可能是个男的 当你解释之后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你说实话吧 他就是个男的 老师学心理学的老师都知道 我跟你说 今天要那个网友 他不出来 咱俩只能分手 我不想心里有个子 这事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都父母什么呢 你怎么对了几大妹啊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当时父母不要我跟YD在一块 我又觉得你心里 你心里能找我 但是你这样什么意思 还要跟他聊 那你跟我在一块干什么 你两个都想要是吗 虽然信用坚持 与自己聊天的是一位男性朋友 可是小言仍然认定 神秘网友身份叵测 刚才编导说 有一个神秘人物打电话来到现场 他已经在第二现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位男闺蜜 你觉得有可能是那位男闺蜜 看了吧 我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们聊聊 来把第二现场 他怎么是个女的啊 星哥好 他叫星哥 真恶心 我都没那么嫁过你 他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我那个朋友 什么朋友 是你每上晚上聊的那个吗 我就是因为害怕你这种皮 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那你就骗我呀 请问一下 人家是干嘛来 您是哪位妹妹 你好 我叫蒋真 我是 星哥的网友 蒋真 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这来 我今天来这 因为我 我跟星哥 性格 还爱好上 都特别像 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结了婚吗 没有 如果星哥是个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会喜欢他吗 星哥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你别说了 你戴着墨镜干嘛 你站出来说好吗 你这样什么意思 在背地里不会被人祝福的 你不明白吗 小爷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 谁是你小爷 谁 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叫我谁恶心 你冷静一点行吗 我冷静不了 你要是我 你也不会冷静的 我和星哥干净 干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的不信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是你让他来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你 你愿意来 现场吗 如果小爷可以冷静 我可以考虑来现场 那行 我先让他冷静一下 我们把第二现场先关了 你先冷静一下 我先 你干嘛有女朋友 晚上还跟别人聊呢 就是我觉得 他很懂我 他知道我心中的想法 我经常工作上 比较抑郁的时候 会跟他聊一些问题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是吗 你今天第一次见面 感觉如何 这女生 娇滴滴的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真的很冲动 你知不知道 你冲 要是你呢 我半夜跟你男聊天 聊得火火热热 你受得了吗 我们聊的都是很正常的问题 你也看到了 那个摸摸很正常啊 你逗我 你逗我傻的是吗 天天的摸摸 随时摸摸啊 你们 是不是干别的了 还有一个字 摸摸答 不管事实是如何 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你心爱的人 躺在床上睡觉 你在这边 偷偷摸摸 跟别人聊天 我不管你聊的是什么 只要是工作之外的 情绪上的交流 这就一定有问题 你 你情绪平稳一点 要不然人家不愿意出来 听见没有 你去开 来 你站我这边 站好啊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他若是光明正大 从那儿缓缓地走出来 你信他吗 还是不信 那他干脆不出来算了 他出来干嘛呢 那他就要 就要站出来 我要看我们男朋友 跟他的反应 如果他出来之后 他们没干过什么 但确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情投意合 那我就要看他的意愿了 如果他喜欢那个女孩 觉得他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更适合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们 是吧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能 再次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安见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在那儿还戴墨镜 这会儿您把墨镜摘了 我不想再藏着掖着了 我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没有什么朋友 能够遇到星哥对我来说 我特别感激他 他想你表白了 听见了吗 您能尊重一下我吗 不是 你这番话平时没跟星哥说过吗 我承认我对星哥是有几分好感性吗 其实你看 不是行了吧 有就有也没关系 男未婚女未嫁 有好感 但未必要付出于实戒 我的意思是 我同意图老师说的 我觉得妹妹 你真的 在阴暗处处永远不会被祝福的 所以我今天出来了呀 你还想怎样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 不要把墨镜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行吗 那你倒是问小青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欺骗我 觉得我好骗是吗 他不是怕你别疑吗 他所有让你骗 你就跟着骗 他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这么没自己主见吗 这样 你来的目的是要澄清 那接下来你就先向他告白 然后他向你告白完了之后 你无论信或不信 也请你把心里话跟他说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互相告白时间 小颜 你别叫我这 真的 我妹妹我承担不起 行 你相信我 可是我真的不信 你让我怎么信 你们骗了我多久 我背景离乡 我哪的青男 知道我心情不好都在住院 就是我们一家 全都因为他而变成青男这样 他很苦 可是你要理解他呀 可是我压力也很苦 你不要给他那么多个压力 我压力很大的男朋友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家条件其实挺好的 他没车没房没带款 我跟他真的是裸婚 我觉得宁可在 比如说第一次聊天跟我说 说她是个女的 我真的 我根本都不会生气 我更生气的是 我跟他之间这三年 快三年的感情 有这个问题一开始 欺骗了我 我替我自己心里有点不值 但是我也不甘心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人付出的都是会想要汇报的 如果他选择你 我什么都不说 我也为我的感情搞一个短路 真的不是你想着这样的 我和欣哥就只是在网上聊 今天聊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 就希望你能理解 我觉得妹妹 当你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挺 挺没自信的 因为你第一 你比我年轻漂亮 第二 你身材又比我好 第三 你又有 我没有给他我的温柔 真的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这是真的 真的小心 你说吧 你说吧 我觉得现在就差你一个解释 我觉得你解释 能把咱们这个 复杂的三角关系都解释清楚 我跟蒋真真的是精神朋友 只是聊天而已 我不管你信与不信 精神处也更可耻 这就有贼心没贼胆 我再说一次 我跟他真的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宁哥你说 我做这件事了 我吃了这个肉了 我就要把这块肉吃下去 你没有 你只在摸一摸看一看 有什么用吗 我觉得长气 他是鲜肉 我是腐肉 是吧 我承认 我对新的室友几分好感 但那仅仅是好感而已 好感也可以发展 你跟他说吧 我觉得真的 你要是有情绪 我没想过要发生什么呀 是 你有什么情绪 你应该跟他说也影响 毕竟你也陪他 每天晚上这么晚这么聊 我觉得要我 我都没有信心 大家都在上班 每天都很累 还有陪他聊 我觉得你跟他 现在在怀疑我 今天来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来就来想解释的 小言 他说的都是实话 我请你真的不要为难他 我为难他 我呢 你理理外外都帮助他说话 那我觉得真的 没必要说什么 我和新歌 确实只是知己而已 我想在场的 大家都会有 蓝烟知己 或者是红烟知己吧 我想图老师 也是会有的 是吧 我还真没有 有一句话可以诠释整个过程 就是 你的肉体跟他在一起 你的心跟他在一起 说白的就是一个成语吗 同床异梦 婚姻的分分合合是物理变化 情感的起起伏伏 是化学反应 人无法控制 所以既然如此 我就管好自己的腿 管好自己的嘴 管好我自己的人了 就把一些扼杀在摇篮里了 就是说你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 对 每个人选择是不一样 你认为如果将来你有爱人的话 你认为你愿意 他跟你过日子 有些事跟别人说吗 你愿意吗 你也不愿意吧 对不对 当然他也有问题 他没有给他倾诉的时间 没有给他倾诉的方式 是吧 都是女人 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我想对电视机前 很多的年轻女孩子说一说 就是千万不要去做别人的填控 这有什么意思呢 人家已经有了固定的女友 或者有的人家已经有了老婆 是人家在起起伏伏的感情波折中 慢慢培养了这个男人 使他从一个矛头小伙子会伤人的人 变成了一个暖男 然后你想摘一现成的果子 你要真说我就上PK台 我跟你竞争 我觉得你也光明正 像一只老鼠一样 躲在黑暗的角落 用一个什么隐蔽的这个载体 来掩饰着自己 就这么偷偷摸摸 跟人家偷鸡摸狗的 寻找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我觉得我替这些女孩 怎么就这么不值 也不是长得不行 也不是缺心眼 怎么就爱干这些没意思的事 搅乱了别人的生活 搞垮了别人的日子 我真希望现在社会上的 有些年轻女孩 你不懂事 你看看自己身份证 有没有年满18周岁 是成年人就别做这些小孩子的把戏 不要去破坏别人 你的什么倾诉 你的什么精神安慰 应该由你男朋友 你老公来承担 而不是别人的男朋友 别人的老公 找个好人就嫁了吧 别扯那些没用的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一句话说你啊 我说给社会上有事的小姑娘听的 醒了就是他们的福分 继续一错再错 就是活该倒霉 我告诉你 你们真应该把这些话啊 你好好骂骂那个 那才是原型 所以呢 我就是想要补充啊 就是说我们的沟通方式 还有我们的跟人家相处的方式 有时候若是太强势的话 在情感上你是处于 是吵架的那一方的话 你只会把它往外推 他觉得可能跟一个女孩子聊聊天 没什么 但是往往给自己真正的女朋友 带来的伤害 是你自己所不了解的 所以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要奔着结婚去的 那你更应该想一想 如果自己的女朋友 过于的强势 让你觉得不舒服 没有办法倾诉 你如何的在其中 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去调和你们两个关系 而不是把这样的一种倾诉 告诉给另外一个第三个人 而这个人 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知道 我承认我 对新歌室有几分好感 但那只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喜欢她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我今天来这儿呢 就是 我是带着祝福来的 因为我希望她来能够好 我不希望她来分开 新歌 一直一来 特别感谢你 就是在我特别无助 特别孤独的时候 你都在那开导我 当初我 我希望你跟小燕能够修 蒋真 我想 首先我想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一直以来 其实让你有一种错觉 有一个人 没有什么事 就让我来说 我感谢你 因为我感谢你 感谢你 不需要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真是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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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再见 一份暧昧的蒋真带着善意而来 也带着些许遗憾离开 我们为他的善良和坦诚鼓掌 祝愿蒋真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正确处理情感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蒋真的遭遇告诉我们 当爱来临 属于我们的要勇敢追求 不属于我们的不于强求 来 接下来轮到你们两口子了 小燕 一直以来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其实 我真的不应该 瞒着你跟别的女人去聊天 更不应该说她是个男生 有的时候我不不知道 怎么去跟你说 工作上的事情也好 心理想法也好 因为你真的太强势了 我的性格比较强势 比较靠自己 都走到这份上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 让今天之所以哭这么多次 没忍住 我就是觉得 可能还是对你是 有感情 但是我不知道你 你现在怎么告白 让我相信你不会再犯 因为我 长期以来 我觉得我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去年 我送你生日礼物 我好心好意准备那么多 你却推三阻四 你说我这个不如别人 那个不如别人 我心里当时真的很难受 其实不是 我之所以这样 我是不想让你过事 多花钱 我希望你事业成功 也是很正常 因为我不想让我 成为我父母的累赘 我希望他们开心地 把我交给你 我觉得男人他可能 多穷他不要紧 但他一定要有事业心 一定要有责任心 他能把这个家的 责任的重担撑起来 我不喜欢老猜忌你 然后也不喜欢 你对我这种欺骗 你这样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我父母交代 但是我怕他们看 但是我还是来了 证明我对你的感情很深 所以 我反正我心里很乱 我理解你的感受 我觉得一直以来 你对我真的很好 我知道 但是有时候好过头了 真的是 你可能用错了方法 你让我无形中 会有一种束缚 特别压力特别大 这样以后 我只能跟别人聊天 所以如果这些话 早一点说的话 也许不会导致 今天的结果 你跟他还会联系吗 我绝对不联系了 以后所有的 除了工作上的人 我都会给他删了 你可以在我手机定位 我所有的经济大权交给你 我向你保证 我发誓以后 一定会对你好好的 请你原谅我 对你 没有任何人能代替 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还想以后 每天能给你做早餐 小言 你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希望 因为这件事情 让父母伤心 他们一直希望 我们在一块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请你原谅我好吗 对不起 绝对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一定会改 我们要好好的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都会做到 来 来来 上过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 之间的爱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沟通的方式 所以以后在这方面多注意 让他觉得他被需要 他被崇拜 男人是需要这种感觉 夜来女人 相当真的是很让男人 无法自拔 如果自己不能够去抗拒的话 不如早睡早起身体好 我也送你们两人 一人一句话 首先是女人 爱的多爱的少 不如爱的刚刚好 送给男人 压力大压力小 不能随便找人聊 好吧 请回 谢谢老师 我要问我们的幸福 我要问我们的幸福 能遇到失落